青花鱼是海鱼 它们生活在海洋之中 可以适应其中岩度比较高 水压也比较大的环境 青花鱼在世界海域之中 数量都比较多 在大西洋 印度洋 太平洋之中都有 具体来说 青花鱼对水温有一定要求 所以在低纬度海域更多 它们在我国也主要生活在低纬的黄海 东海和南海 青花鱼主要在海水的上层活动 并不是深海鱼 青花鱼是海鱼吗 青花鱼是生活在我国的鱼类之一 在所有鱼种之中算是比较常见的鱼类 对鱼类的分类可以从很多标准进行 比如若是从生活环境这一标准入手 就可以将鱼类分为海鱼和淡水鱼 二者能够适应的生活环境有比较大的差异 从这个标准对青花鱼分类的话 可以将其分为海鱼 也为它们生活在海水之中 海水环境有一些重要特征 比如岩度高 水压比较大等 青花鱼就可以适应这样的环境 总体来看 青花鱼是一种在世界海域之中都有分布的海鱼 它们在大西洋 印度洋 太平洋三个大洋之中的分布数量都是比较多的 具体来看 青花鱼对水温有一定的要求 本身属于暖水鱼 所以更多分布在暖水之中 也就是在低纬度海域中的分布数量更多 在我国同样是如此 在比较温暖的黄海 东海 南海之中生活着数量比较多的青花鱼 在纬度高的渤海较少 青花鱼是深海鱼嘛 上文已经介绍过 从生活环境这一标准入手 可以将青花鱼分类为海鱼 而对于海鱼 还可以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 深海鱼就是更细致的划分之一 是根据分布深度划分的 而青花鱼则不属于深海鱼 也为它们分布在比较浅的地方 青花鱼一般在海水的上层活动 而且具有回游的属性 具体来看 青花鱼在进行不同活动时 分布的深度不同 比如繁殖时一般 在20至100米深度活动 果冬时则稍微深一些 但总体来看都不会太深 并不是深海鱼